三浦永和的妻子有多美 多次荣获歌唱大奖 主演了一斗的舞女 芝琪 雀矣 赤的冲击 绝唱等影视作品 不仅让她在日本红透半边天 也成为全东南亚最炙手可热的演艺巨星 在人们心中 山口百会永远是明艳少女 她那清纯的面孔 甜蜜的微笑 清澈如水的亮眸 俏皮可爱的小狗牙 显得既质朴纯洁又温柔善良 可爱中又不失善解人意 这种脱俗的魅力足 能使每一个见过她的人 都有种神思飞扬的感觉 山口百会是一代人的乳香 她独特的个人魅力 格外的吸引人瞩目 与此同时 百会把最辉煌 最明亮的自己奉献给了万千歌迷 才有如此悠长的怀念 山口百会与三浦有何 是最佳黄金搭档 两人长达六年的合作 朝夕相处 耳并思磨 多年的默契逐渐转化 未对彼此最深的情谊 三浦给予了百会足够的安全感 百会由于童年的不行 对于幸福的婚姻无比的渴望 1980年10月5日 山口百会举办最后一场演唱会的现场 在万千歌迷的泪水和呼喊声中 百会唱完最后一首歌曲后 将话筒高高举起 又缓缓地放在舞台中央 她挥类告别这个大舞台 只为了与三浦有何结婚 回归家庭 山口百会在最美好的时光极流永退 嫁给了三浦有何 甘愿做她身后的女人 犹如樱花在城放之际凋陷 被称为樱花之神 她们的爱情故事引人艳羡 祝其文解密以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所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